这里是西藏海拔最高的寺院之一 它有着3000年的历史 也是象熊雍仲本教最古老 最重要的寺庙之一 大家好,我是瑶瑶 自驾中国,我来到了位于西藏 昌都丁青县的蜘蛛寺 这里海拔4800米 四川藏北线317国道的必经之地 目前不需要门票,可自驾到达 直接导航蜘蛛寺 攀爬12公里,蜿蜒曲折的盘山土路 如同跨越人世间的六道轮回 短短12公里,海拔落差接近1000米 它也被誉为天穹蜘蛛寺 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空之城 三顶星罗起步着六座三峰 则象征着六度万行 慈悲之回为隐 可化众生称痴之苦 以寺庙为中心 在寺庙外围有三条转经道 是信徒日常朝圣的线路 信徒在此逆时针转经 以求免去六道轮回之苦 转经道旁还有天葬台 这是当地老百姓伤葬的地方 常说格萨王的剑射穿了三十 于是便有了这天门 穿过天门 可窥见藏东的丹霞之虹 在山顶洒下龙达 此时天地间起伏的风 都为我而动 主殿大雄宝殿 手层高七米 梁柱上装饰着各种 古老相绳风格的图案 在这里可以窥探 古老神秘的古相绳文明 高原人们的信仰 跨越了三千年 呈现在我的眼前 不由得发出感慨 我们何其渺小 又何其幸运 最后给大家分享 来蜘蛛寺三个最佳打卡机位 记得点赞收藏 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第一个打卡机位 可以用无人机手机拍摄 就在钻戏桶的下边 这里是第二个最佳拍摄结尾 三角洞 这是我推荐的 第三个打卡点 但是太累了 上来你们别上来了 哎呀 要了我老命了 我的天 我现在这路是对面的山口 这是第四个最佳打卡的机位 如果要上来的话 需要徒步 或者是开四驱车才能上来 渀gefX2 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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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 渗注 在你的屋子看到了彩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